之后可能是让Jeffrey跟大家去更新一下 一些个股,黑股的情况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Jeffrey 今天跟大家讲的600619 海南股份 放大这些 大家先看看图 海南股份看到这段时间就抽上来 这段时间就跟A股升 没什么好说 这段时间抽上来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你看到Epholium都上升了很多 什么原因呢 接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也有跟海南股份 跟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公司 大家可以留一留意 海南股份 海南股份是生产热泵的压缩机 热泵里面的压缩机 那热泵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用作一个发热的装置 例如用在一些家庭的工业 或者是热水路 甚至乎是一些泳池的一些发热的装置 例如暖水泳池 它对比一般的发热装置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在说它的能源效益 是高三倍的 因为你想想我们其实一般的一些发热装置 比如说煤气 天然气 或者一些 电阻的发热线 其实它用多少能量 就发多少的热出来 那个发热比率其实是1 1左右 但是这个热泵 热泵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其实就好像一部 调转了冷气机 你想想我们平时 冷气机其实是 里面是冰 室内是冰 室外是热的 那么它是调转了 其实就是将 外面室外的一些热力 是将它用一些 物理的原理将它带入 这个实袋 那么它的 效率其实是高 比如那些发热线 诸如此类那些是高三倍的 所以其实 简单来说热泵其实是一个 比那些一般的发热装备 是环保很多 环保很多 但是因为它的 成本是比较高 所以它的价格比较高 那个 渗透率暂时 在全球来说都是比较低 OK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热泵 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搞错了 海鲁这家公司 它是做热泵里面的 压缩机为主 那它当然也有做其他的 冷气的压缩机 它都有做这个 热泵的压缩机 那为什么突然讲这只股票 为什么它又突然上升了那么多 其实在说 在欧洲那边 它的热泵的需求 其实是最近会爆发的 那就是说第一件事 就是因为能源的格格很高 再加上一些补贴 就令到 那些人买热泵回家 你替换它那些发热的装置 那个回本周期是降低了很多 由大概七至五年 是缩短到去到两年 或者不要说回本周期 就这么说你买机那个 那个的价钱 你已经平了很多的补贴 因为你看到其实 在欧洲那边的那些国家 它们的补贴 那个力度其实都挺厉害的 你看到在意大利 你安装那些热泵的时候 它是给110%的补贴 就是它额外再给多些钱 另外你看法国 其实都有去到 40%至90%的一些补贴 所以其实它的力度是大 再加上你看到能源价格 大家都知道能源价格这么高的时候 你用那么多天然气 用那么多电 其实就令到你那个 家庭的成本很高 所以大家就有更加 更加有incentive 去换这些热泵 又省电 又补贴 去做这件事 time sensitive 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欧洲会爆发 那个demand 应该爆发 其实就是因为 在今年5月的时候 欧洲其实出了一个 叫做五年热泵倍增计划 就是希望更加多人 去装这个热泵 希望五年里面 那个销量 提升五倍 那算回这条数 就是差不多说 去到每年增加那个 不是增加五倍 sorry 增加一倍 那就是说每年的销量 其实这五年里面 每年增加15-20%左右 那就是说去到二六年 其实就销售五百万宝 左右 但是 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就是 其实这个的 一个预期 其实可能是比真实 想象的低点 那个需求可能是会超过这个预期的 因为其实在 8月1号的时候 欧盟其实通过了一个 所谓 削减天然气 用量协议 那就是说今年8月 去到明年的3月31号 是要 降低那个天然气的需求 是15% 那么就计算一条数 你看到其实是有 今年如果要做到这个 这个目标的话 其实 在入冬之前 其实有大概 这个 数量的 一些 天然气的设备 就是用来 因为 欧洲其实有很多 供应的设备 是用天然气 去供应那个 热量给它 大概有65% 所以如果大家 计算一条数的话 其实有 这颗数 的 天然气设备 是要被换的 大家看到其实 如果只要其中 大概30% 或者40% 的设备 是换成热泵的话 其实已经高过 今年的预期 因为今年的预期 其实讲的是 200多万左右 所以其实 这个情况就是 很有可能 是 会超过这个 就是大家的 预期 那就是欧洲 你说的欧洲爆发 就是关我们 A股什么事呢 其实 关事的 就是因为 说的欧洲那边 那个热泵的 产能 其实现在是 不足的 你看到 交付延期的 日数 其实是去到 六个月的 那就是 那个情况就是 欧洲那边 不足的产能 就会流到 大陆 需要大陆这边 去帮忙做一个 代工 大家看回 算回数 就会看到 就是 中国对 欧洲的 出口的规模 如果用回 这个 他们的 五年配增计划 的 estimate 去看的话 其实 出口的规模 在这五年里面 其实有一个 四倍的上升空间 四倍上升空间 由这个 40亿 40亿 左右 去到182亿 26年 但是当然 我们也要看回 出口佔比 是多少呢 因为其实 如果中国那边的 出口是 少的话 其实 你升多少倍 可能到其实 对整个中国的市场来说 不是很大的影响 但是 看回那个 占比 大家看到 出口去海外 的话 在中国的市场 其实都占 大概 大概是 四分之一左右 那么就算回数 用回一个 用回一个 就是用回中国 里面 自己的 一个 那个 那个KGIR 去计算的话 其实 总共来说 中国那个市场的 上升空间 其实每年都有 15%左右 那就用回一个 比较 一个保守的 一个股选 来看都有 15% 如果是一个 比较 超预期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是 20% 都不定 所以这个情况 就是说 这些 这些 产业链 当然还有其他 我没有全部列出来 但是这些产业链 相关 有些是做 业泵 有些是做业泵的 零件 其实都会在 这波的 一个大的 大的 衰破爆发上 可以受惠 大家可以 观察一下 这部份的 这个sector 这部份的 将视频交给 Eliate 如果大家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和按钟仔 节目开始的时间 就会立刻知道的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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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